李鸿章的职业生涯呢 我把它分为三个阶段 那么第一个阶段呢 就是他的崛起的一个契机 就是镇压太平天国和缅军起义 那么最后一个阶段呢 我们讲呢 就是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后 李鸿章的事业呢 发生了重大的转折 那么在这两个阶段之间的第二阶段呢 李鸿章主要的事业呢 是在于举办洋务 而举办洋务和第一阶段呢 其实在时间上呢 是有重合性的 就是他并不是镇压完农民军 才去举办洋务的 而是在镇压农民军过程当中呢 他认识到西方武器的先进 从此呢 开启了他的洋务事业 下面呢 我们先来讲一下 李鸿章事业的第一个阶段 李鸿章事业崛起的契机呢 在于镇压太平天国和缅军的 农民起义 那么我们知道 就太平天国士起之后呢 当时在京师做汉林的李鸿章 回到家乡去举办团练 但是呢 因为他毫无经验 所以呢 很快就被太平军呢 打得溃步成军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他投入了曾国藩的幕府 那么当太平军进攻上海的时候 李鸿章建议 让他重回到安徽呢 招募一支军队 我们知道当时安徽南有太平天国 北有缅军起义 是清军和农民军 争夺非常激烈的地区 但是安徽本地的团练 和湖南湖北相比呢 却办得毫无声色 所以李鸿章回到家乡以后呢 就在安徽招募了一支军队 称为怀勇或者怀军 那么这支军队 也成为他的政治基础 曾国藩的弟弟曾国权 攻下太平天国的首都天津 夺得首功之后 当时曾国藩呢 对这个事情呢 其实是非常疑虑的 他怕功高震主 因为我们知道 关于咸丰皇帝和曾国藩之间呢 可以说是一对生死冤家 曾国藩在这个咸丰皇帝登基的时候呢 就仿效前代乾隆朝名臣孙家干的做法 对咸丰皇帝呢 进行了施建 什么是施建呢 就是曾国藩呢 把棺材提前买好 放到自己的院里 然后呢 直指皇帝的三大缺失 这是一种古代大臣最激烈的对皇帝的一个建议 意味着自己已经把生死置之度外了 咸丰皇帝这个人是什么特点呢 我们知道咸丰皇帝啊 其实呢 是沿袭了他父亲道光皇帝的好名物实的特点 什么叫好名物实呢 就是喜欢名声 但是呢 并不喜欢做实事 所以咸丰在上任的时候 他就跟大臣们放出话去 他说我希望大家呢 对现代的朝政多多提意见 我来改 这样曾国藩呢 果然就向他提出了非常激烈的意见 但实际上呢 咸丰皇帝呢 是不喜欢听意见的 所以他在给这个曾国藩的奏折上呢 专门写了很长的一段话 对曾国藩批评他的三大缺失呢 一一做了辩解 最后他有一句话 他这么讲 他说曾国藩呢 你提的都不对 所以按道理呢 是应该处你罪的 但是意在 就是说我呢 觉得你是好心好意 跟我提意见 你的奇异可取 所以呢 我就不计较了 我们知道曾国藩是道光朝 升迁最快的官员之一 但是到了咸丰朝 曾国藩的仕途呢 就停顿在那了 后来曾国藩因为母亲去世 丁优回到家乡去举办团练 那么曾国藩举办团练 后来呢 练成了乡军 取得的第一场 清朝的大的胜利 因为我们知道太平天国 我们称他为革命的狂飙 就是同他1851年 金田起义之后呀 一路上清军是望风而逃 但是呢 曾国藩取得了 自太平军起世以后 最大的一场胜利 就是克服了湖北的省会武昌 因为武昌我们知道是湖广总督的住在行员 那个地方是湖南湖北两省的政治中心 所以当曾国藩克服武昌这件事情呢 到了咸丰皇帝那呢 咸丰皇帝大喜过望 就是好几年都没有接到这样的大的胜仗的好消息了 所以当即他下了御址 让曾国藩呢 熟理湖北巡抚 然后这个御址就下去了 但是后来在军机处的讨论当中呢 我们知道有一位叫齐军藻的大臣呢 就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当时齐军藻就讲 说曾国藩呢 现在呢 并没有在朝中任职 他就相当于一个匹夫 那么一个匹夫 居然能取得这么多清军都无法取得的胜利 他在地方上振蔽一呼的这种影响呀 恐怕不是国家之福 那么这句话呢 出口以后呢 咸丰想了想的 马上呢 兴起了一道御址 就撤去了曾国藩的 熟理湖北巡抚的职务 那么曾国藩在这打了胜仗以后 当然他也很喜悦 所以不久就接到北京来的圣旨 说受他为湖北巡抚 所以曾国藩呢 连夜就写了感恩折 就递了上去 结果没几天呢 咸丰帝给他免职的圣旨下来呢 所以曾国藩呢 也非常沮丧这个事情 所以我们看到曾国藩与咸丰皇帝啊 我讲呢 就是成见虚应 就曾国藩是一腔血神之心 对待清王朝 对待咸丰皇帝 但咸丰皇帝呢 却是虚以应之 所以这个是就是军臣之间的一个主旋律 所以曾国藩后来在乡军大营的时候 经常给皇帝写的折子当中提到的艰难困顿之时 除了战场上的艰难困顿以外呢 还有清朝对他的担心和疑虑 所以这个时候当夺得守宫之后 当时清朝许下承诺 说谁攻下精灵 夺守宫 马上任命他为两江总督 曾国藩让他弟弟去抢的这个守宫 那么曾国权攻下天津之后呢 清朝并没有受他两江总督的职位 所以也可以看到 当时曾氏兄弟是非常紧张的 那么曾国藩呢 马上就地裁撤了他们兄弟俩都帅的乡军主力 即使这种样子不仅没有给他们兄弟二人 受为两江总督兑现承诺 反而对他还不放心 让他出任负责剿拈的清差大臣 那么那个时候的曾国藩呢 已经裁撤了乡军 手中没有兵 那么只好启用李鸿章部下的淮军 所以一个乡军将领主帅去统帅淮军 这个效果我们讲可想而知 自然是不好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清廷呢 就顺利的把李鸿章启用 代替曾国藩作为嚼年主帅 那么为什么清廷对于曾国藩那么猜忌 而对李鸿章反而没有猜忌之心呢 我们看到这个与李鸿章的这个在整个过程中的这个态度是有关系的 因为李鸿章本来是江苏战场镇压太平军的主帅 那我们知道江苏呢 是太平天国统治的最核心的区域 他的都城天津城就是精灵呢 就在江苏 所以在江苏的战事呢 尤其激烈 但是呢 李鸿章我们看到他并没有去抢这个功劳 第一他把夺取精灵的手工让给曾家 实际上他当时也是可以去进攻精灵的 但是由于和曾国藩的关系 他主动把夺精灵的手工呢 让给了曾国藩的弟弟曾国权 第二呢 李鸿章也受到过清廷的这种不公平的待遇 因为他也是让清廷呢 把他的职务 就他在镇压过程中呢 他本来认的是江苏巡抚 他面对清廷 把他革职这种不公平待遇的时候呢 李鸿章表现出来的是一种从容不迫 进退如常的姿态 这个恐怕也与他的这个家庭背景呀 是有关系的 所以这样呢 清廷看到他这么从容淡薄呢 就打消了对他的疑虑 启用他呢 代替了曾国藩 担任了嚼年主帅 后来呢 曾国藩在直立总督任上呢 处理天津 较暗不立 回任到两江总督 不久呢 郁郁而终 而李鸿章 取代曾国藩 担任了直立总督 成为当时汉人当中 位置最重要的地方都府 由此呢 李鸿章呢 开始崛起 伦北